让你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礼拜一的时间出任一表之外的 加军指数中长以大涨121点多的时候 大涨121点多的时候 大涨121点多收 投资本有记不记得 邵老师在上个礼拜五 特别要所有投资本要我去 赶快前后的一个节目扫描 或者是说市场分析扫描 还有谁 在利用川普 川普这一次很明显地 跟俄罗斯这个 索罗斯好像有一种 联系串通的一个现象 那索罗斯这一波做空 有一些弱势的一个国家 特别媒体都喜欢报 索罗斯的一个看法 所以前面一次做空赚了蛮多钱的 那这一次好像 歇阿蕊阵营也之一 这个川普是不是背后 有这个索罗斯的一个资源 总之不管如何 投资配合股票市场里面的多或空 都有他自己的准则 但是唯一一个不能列为准则的 好 廖老师不断不断提醒大家 就是赶快记下来 好 你把所有的节目记下来 然后拿一张纸 好 记下来看看 谁在讲盘是用政治面的利多或利空 在喊空这个盘事格局 好 谁用川普来恐吓大家 这个盘事格局要崩盘的 那你记下来 因为眼前就一点点 好 这个 时间才差24个小时的交易日 加权指数你上个礼拜 因为川普抗空的 今天就马上高了121点 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千万不要用政治面 来喊多或喊空了 那我一直告诉大家 假设这个盘事格局 真的只是政治面的利空 那低档已经没有太多了 已经回来长线大底了 你现在既然下档空间有限 你看唯一的就是泰洛流墙 把现在就会开始向上喷出的股票 尤其第四季就在开始涨 然后71年有可能会涨一整年 有机会鹤立基群一路冲的股票开始 我告诉大家 我不会等到这个 礼拜三这个所谓的 大选行情的变数排除之后 我才进场布局 该布局进场强涨的股票 我们手上金测 今天也涨平板 每次告诉大家 下差到1030到1000块钱 这1000块钱是最后一个卖点 连大力光也如同我礼拜五预告 一根强坛的 所以我一直告诉说我投资朋友 暂时不必去担心这个周克里高档的死亡交叉 因为这根本没有量 完全因为政治面的消息分老成交量下不来 所以这盘事格局完完全全是因为政治面的一个分老 反而如果因为政治面的分老有一个震荡下压 这就是绝佳你去布局一个主持人向上的机会 上个礼拜我特别跟大家强调 这到底是底还是投 只剩下1200亿元出头 跟3955一样筹码干净 散风手上已经没有货了 内支的股票全部卖光了 外支还是一个尽多的一个部位 好 沙盘也需要有一个动能 现在已经没有认可你手上可以再到货的动能 那这个盘事格局怎么跌 所以刘老师告诉大家就是说 千万不要在这种筹码面这么干净的过程里面 再去用这个川普这种政治面的利空 再去航空这个盘事格局 因为十月的这个岳洲展映已经创下历史新低 我只告诉大家 原先祖生都那规划不变 那麻烦大家再跟着这个旗长的第一个日子 就跟着我们提前进场考二部局 好 今天 因为这个 FBI赶快的紧急宣布说 好 这个希拉蕊的这个电油门事件 应该没有违法的一个效应 不会被起诉 教权只说一口气就大涨121点 好 可是今天大涨 成交量还是稍微有点点瑕疵 但是 我想所有投资朋友一定会想知道说 到底是会不会就是从这里直接一路上 或者是弹起来还有一个横向扩底 或者是左脚还要打一个底部区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 虽然今天一个成交量上扬的一个趋势 命令一个实质的一个压力带 假设我看着这个横盘的这个套脑区 今天只有552亿元 而且是国际股市大涨的过程里面 只有552亿元 我建议先把它定位成一个反弹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报告 这也代表我们跟大家预告 长线的底部区的支撑就在这里 稍微一点点利空排除就能够这样的强谈 大力光 鸿海 台积电 精英测的一个强谈告诉你说 基本面的多方趋势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现阶段一个大方向的策略 我认为就是用时间波来一个控管 该布局的股票比较提前考外布局的 大盘最后一个利空排除出境之后 就是刘老师告诉大家 好 所有人都看空的同时 刘老师你抱我车不要只告诉你 好的 朋友 保守的时间来啊 跟着我一起 加空主身段 好 今天一口气 大盘就大涨121 好 所以 关于股票 我们等一下要花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去抓一些 提醒盘式格局的脉络 但是唯一的操作策略的重心就是 你把弱的股票 你不晓得怎么样换 由刘老师来帮大家去代理 好 换到接下来有机会进入主身段的股票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 好 这盘式格局大涨 刘老师还是要客观告诉大家 为什么今天成交量补不出来 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弱势股 好 类似塑合又即将破底了 弱势 类似这两股票 450块钱 刘到350块钱 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 就集上了100块 这个都是很热门体财的股票 好 现在看起来的主跌段 一个分时的主跌段 都还没有落底 那当然所有投资朋友的信心 都没有办法恢复 好 一个更大的底部形态 今天也跌破了 好 那就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西洋主跌段 都不断的向扩原 这种弱势股票 你就可能要换出来了 好 但是这张股票 今天已经下沙到了最低的 要83块2了 好 廖老师告诉大家 时间波在空方的股票 好 类似这一张股票 在90块钱以上的卖点 91.5 好 破91.5 你就要试驾进一个进场曝空 这样就已经一成 换个方向一根掌铃了 你听得懂 廖老师的意思吗 好 这张股票到底是谁 廖老师说 我也没有必要去戳通大家的心弦 好 我告诉大家就是说 即便大盘接下来要走主升段 这个盘市格局 你已经眼睁睁看着 加权指数从8000年涨到9300年 涨到这个位阶了 你的时间波滑是在空方股票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断在创破乱性地啊 那如果按照六号师规划 这个礼拜落体 加权指数主升段要上涨 可是你的股票还拖时间在走主阶段 你不就浪费了接下来在封关之前 这两个多月的行情吗 这两个月要一口气 把今年上半年十个月 没有撞回来的钱 要一口气撞回来 可是如果你的资金还卡位在主阶段的股票 那你不是资金越套越多 又浪费掉了主升段股票的分出吗 好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报告 由于接下来主升段时间波的股票 它刚好都是基本面很好 占着搭盘的市值比较大的股票 这盘市格局底部区就在这前后了 好 细而波有两三种细而波的波形的规划 但是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我认为今天的强谈只确认一件事情 同志朋友 如果有股票在这个礼拜的一个超跌洗盘的动作 杀到哪里可以买 你就要开始要利用市场还在恐慌的时候 弯腰大减钻石去布局一个嘎空向上的主升段了 好 因为这个盘市格局简单跟所有同志朋友的报告 同志朋友 不要再去把你的心思放在 这个加权指数本身的 六老师告诉大家 正字面的一个利空过利多 你千万不要用正字面去喊多 类似这个是8871的马锡会 如果是多方 为什么加权指数击杀到7600点 你也不要因为 好 蔡总统 当选了之后 政治面利空 有好几本财经界杂志的大佬全线喊空 对不对 在三三会或是怎么样 把我们加权指数说我们加权指数完蛋了 要崩盘了 结果今年因为政治面 我们台湾的政治面 因为英国脱欧政治面 而去抗空的 被狂嘎了3000点 1月18号一次 520一次 6月24号一次 我想这一次也算安全一模一样 所以掌握一个原则 这个是我们在8480 告诉你说一个急跌向下千点的主跌段 我们是一直到了1月7号的时候才告诉大家 已经先狂赚一波千点向下主跌段 已经赚了一波千点向下主跌段 一直到了1月7号加权指数 杀到7700点 大赚了千点 获利回补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个盘四格局你要开始 甚至选嫌的压缩 未来报复性嘎空的主身段 未来报复性嘎空的主身段 你今年只要赚到一波千点急沙向下 千点急沙向上 这两千点赚起来 今年就很开玩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市场上面 一定所有不论是财经媒体 政论媒体都还是在告诉你说 变数没有确定这里是逆空啦 好 我认为这一点都不重要 回到有机会进入主身段股票 一定要提前卡位布局了 好 所以我们花时间就开始去 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 我认为你要掌握一个原则 主身段股票已经不会等大家了 来 这是上个礼拜 廖老师跟大家报告的大力光 三根K线 黑K的实体越来越短 越来越凉 代表是说空方越来越杀不下去了 只要稍微一点点点火 只要稍微一点点点火 高低的价格都差了150块 高低点差了半根掌停板 这代表 鼓王鼓后今天都能够呈现 这么强烈的弹肾动作 告诉你说底部形态 它不是长空的大阻碟 它顶多只是一个震荡回落ABC 的一个扩底的动作 未来等到这个利空变数排除 主身段的时间 就有机会展开了 来 这个是10月5号 我们那个时候是已经赚了一波 好像700点一个行情 600点一个行情 获利了结 告诉大家10月7号 开始现在变盘短折 主要原因是说 反正你开盘巴法 该做多做空 像今天是一高过高的多方盘 大盘就一个短波台的坛高 可是在10月5号当天 你看到外资调高 大力光平等到5100 我就告诉大家 外资又打pass给你了 听到外资调高目光要讲 你还不赶快卖 好 大力光是周线的五浪加凯利贝利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大四浪的回档 大四浪的回档 后来加钱只是创高 大力光有创高吗 没有啊 好 所以 这里就是有些股票高转低 有些股票低转高 你要把资金往低转高 进入主上的股票 有些高转低要主跌段股票 你要避开 那你不晓得怎么样操作的 好 你需要一个坚强 基本面分析非常踏实 所有的研究分析 全部都领先市场 技术面当然要远远优越于市场 你才能把接下来的两个月 到封关之前的这两个半月时间 托付给这样的超盘团队 所以六老师答应大家 从10月27号跟大家预告的相关的变盘转折 你不必让它这个盘式格局跌 跌下来是让空手头分手 最后上车的机会 早就已经跟你预告 会再来一次的向下洗盘又空 可是在下沙拉空间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右空洗盘 杀下来是让你上车的 你掌握到这个原则 好不好 因为该卖的时间点 是类似像大力光创下 历史新高3900 好 这个将近要去供4000块的时候 3980的时候 在3950获利了结出金 好 不要等到外资调高的时候 它又击杀下来 又杀到3400点 天董 你看我这意思吗 好 大力光千千强词表态了 好 如果这里是主阶段 古王跟古后候选人 这是6510的金册 好 怎么会如同我们预告 跳空导撞反转 你可以在1000块钱布局 你买进4张一天就赚32万了 直接跳空 岛中反转涨 好 要是不是告诉大家 杀回1000元 勇敢的设立一停损 今天你可以赚到一个 岛中反转相当跳空 这里的回撤来千元 不是让你最后主身段上车的机会 好 那一个335破底穿头的A浪 也已经去进行中叠 古王古后都告诉你说 这盘式格局要进行一个落底的动作了 好 那会进行一个主身段向上喷出 类似像金测结合台积电爆发 这种概念股 都已经率先涨停板表态了 都已经率先导撞反转 导撞反转叫做强多 第三波主身段 会用喷出机长的机长讯号 那这盘式格局 就如同我预告 投资朋友倒数计时 最佳投资人买点 就在这几个交易日 你务必跟上我们脚步 好吧 所以 来 在这个礼拜时间 是我认为 如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 那你今天已经看到 大盘一个强势的表态 务必跟上来 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 未来9569以上 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状案 好 很魄力的 额外给大家 原先是2882加2 现阶段额外多的服务到1月下旬 在农历封关之前 这已经比我们上次所谓的卡位主身段 还要更加加倍奉行 快加3倍以上 好 务必掌握这个机会 详细内容 直接加选料 这是服务人员 休息两门之后 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公商向灵活布局 您创付的最佳伙伴 零儿 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雇 二十七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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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胜君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同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劲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 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雇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常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冷静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 关心您 歡迎到我們現場 那關於各國的部分 如同瓦斯從11月1號跟大家報告 我知道大家都擔心大選的變數 好 柳老師也說 一年365天 我每一天有賺錢的機會 都會當阿拼 可是唯一不拼的就是這五天 因為它的期望值的落差太大了 好 可是 我們不聽這個到11月8號之前的行情 但是我們要拼中長線 中長線有哪些個股 有類似這種118號的變數 反而是 我們要去拼一檔長多的股票 當然是利用這種短線上面的政治利空 開始找這些好股票的碼點 那瓦斯一直跟大家強調 鴻海 今年 因為夏普的虧轉移 明年是絕對是正向的加分 蘋果也有機會是一個上調主身段 第四季一口氣激增到64% 那接下來10月跟11月的營收都會往上跳 所以這不是打回來大底 讓你一個非常好的布局機會嗎 更重要的是 鴻海在 蘋果的時候代工的 這個 上中下的一個領主間裡面 幾乎每一個位階都去卡位到了 但是我有一個 可能成本佔的最大的 叫做面板 好 反而讓三星 好 反而讓夏普去搶走這個位子 鴻海從來吃不到這個成本最重 有機會獲利最大的一塊 叫做面板 這個是史上歷史破天荒 努力的5年10年 送樣的面板 不斷要去想辦法切入iPhone 或者是蘋果供應鏈的這個面板供應鏈 以前都沒有辦法成功 現在因為和平夏普 掌握了這個發言權之後 連群創跟鴻海本身都有機會接到 明年iPhone的這個面板命單 這難道不是對於鴻海對於群創來講 一個歷史上面最關鍵的一個變革 很可能是主身段轉折的大契機嗎 夏普蘋果本身 現在又額外加了一個正式切入 成本佔比的比重最大的面板供應鏈 這是關鍵戰略的角色 那鴻海怎麼跌 那群創不會大爆發加持嗎 所以劉老師裡面在11月1號就跟他預告 這消息是在11月4號才讓你去看到說 這個群創 那跟鴻海同時去接到了這個蘋果的iPhone的訂單 結果11月4號的時間年 站上0.618 今天已經把這個底部型態連續站穩兩天了 越站越穩 那就是沒有 群創是從20塊已經跌了兩年 然後在10塊錢以下足了兩年的大底 從50塊錢跌到10塊 足了兩年的大底 從180塊跌到10塊 像宏達店從1300塊跌到只剩下40塊 在低檔區打出一個大底 宏達店一個週KD月KD的低檔轉折程中 講幾倍?三倍 剩40塊錢的宏達店沒有人敢看多了 好 還沒有接到下補的訂單 但是已經洩漏了蘋果的訂單 現在禁止在22塊 第三季正式轉虧為贏 那我們不趁著這個利空期間考案佈局 為什麼11月1號就要跟你預告? 今天群創已經拉高了一個短波的轉折高 正式帳5.618 補量 這組身段的機會就越來越大 那群創的這個想像轉折成功加倍奉還的空間 這麼大一檔股本的股票 有這麼大的空間 那更上有零組件 類似這一檔 好 林老師跟大家報告的 有機會是下一檔會頂 好 從 他大概掛牌是19塊錢 然後 我們上20塊錢左右成交 連續16個交易日全部漲停 這是林發科的子公司叫做會頂 短短的這16天裡面 大漲了5.8倍 等於你100萬資金可以變成580萬 如果台灣有一檔可以去切入相關產業供應鏈的IC設計股 你要不要跟 你要不要趁著市場還沒有看到價值的時候 趕快提前考核佈局 好 未來 指紋變式IC有機會成長 比如說類似會頂一樣 爆發性5.8倍 那本業的部分剛好結合面板的第四季而旺季 那這張股票廖老實說 也有加倍奉還的機會 150塊只跌到15塊這個位階 你從33塊錢 面板驅動IC 當天已經廣語第二噴出第一根漲停板 告訴大家任何壓迴你要開始進場布局買進 我說 所有的觀眾朋友都會等到選後才來買 我說我根本不會等 我們會員朋友今天都還是繼續在加碼 因為收盤已經創下一個抖不斷的新高 那你要等到真正股票噴出去嗎 那很可能又差了一兩根漲停板 大盤還沒動 昨天還創造不亂新低 可是 主持人那麼慢股票不會等大家 好不好 但是這檔高價股票 加權指數的成交量沒有放出來的狀況之下 我們在240塊錢先短賣一趟加碼單 賣掉之後就殺回平板 沒有關係 未來有壓迴的時候 又是長線上面的買點 你還是一個好的買賣點 雖然同樣是指紋見識安息 那關於這整個盤式格局 我想這2000的盤 我們在高檔區 9300這個位階 提醒你你向下殺盤洗盤的一個風險 可是真的殺下來我反好提醒所有都是朋友 劉同學告訴大家 你想要補修的 想要賺錢的 這次 很可能是 錯過這一次機會 歷史上面絕對是絕無其妙的 沒有這種大底成型 農資還在1200億元所為的 想賺錢的 提前卡位再上來 我們這個提前卡位主持人的機會 這次你會賺很多很多錢 額外加送到大家 這個將近是要封關一個月 已經是加三倍奉還 直接採取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祝祝大家討論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贈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眼部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陣網 期貨股票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用空說想靈活布局 您創付的最佳夥伴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顧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咨詢電話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顧 二十七年來一直秉持專業 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真心所託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02 2578 3777 2578 3777 2578 3777 謝謝 謝謝你 從我兩年前失能後 就害你一夜忙碌照顧我 沒什麼啦 聽說政府在推動長照保險 等實施之後 媽跟我就輕鬆多了 什麼是長照保險 長照保險是政府辦的保險 全民共同分擔保費 若經過評估 需要長期照顧時 就由保險來提供服務 支持長照保險 減輕照顧負擔 北都TypeNet 超值優惠 雙小號 新世代光纖標網 加數位有限電視 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 違約補償 最高2000元 限時加碼 再送首月免費 149台全數位頻道 68台HD高畫質頻道 搭配新世代光纖標網 限時加碼 再送首月免費 第二到四個月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個月起 數位有限電視搭配30枚